我行春三月 山中百花开 披林入鞘前 攀登至摧尾 白云半风起 青江初霞来 谁知高深意 绵渺心悠哉 这是唐朝名相张月的过蜀道山 我行走在春三月 山中百花绽放 穿过森林进入险峻的山巒 攀登石阶到达高峻的山峰 白云在山峰间升起 清澈的江水从峡谷流出 谁能明了其中的高深意境 我的泪心也感到忧碎而阔远 张月被称为开元宗臣 文韬五辈三次败相 《财华横溢溢之志的重要人物》 这首过蜀道山 是他被派遣入蜀办事 拔涉于蜀道之间写成的 当时他年仅二十余岁 但已经以对策第一 受太子教书 可谓年少得志 这首诗在对蜀道山水的礼赞中 也充满了青年张月的朝气与胸怀